调查显示 高达五到六成的国小学童 都有鼻子过敏问题 可能会非常容易感冒 甚至影响成长发育 但现在有研究指出 居然也会影响大脑 鼻子过敏的话 它是一种鼻子的慢性发炎 最近刚刚有一些研究 是说鼻子过敏发炎的这些发炎物质 因为靠近脑很接近 有些小朋友反而会因为这样子 造成他们所谓的情绪不稳定 或是精神分裂病 是这样的 想要控制过敏发作频率 医师建议要多接触大自然中的细菌 可以增强免疫系统中的T细胞第一型 所以平时要多到户外踏青 多摸泥巴 花草 饮食上则要多吃蔬果 或是补充医生菌 让肠道中充满好菌 自然就能减少过敏发作 除此之外 也要避开过敏源 居家环境减少尘满 空气不好时外出要戴口罩 就能减少哈群哈群的次数了 东新闻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